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月2日 星期一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2023年1月1日中國多地爆發民間煙花抗命 民眾為了放煙花對抗警察的禁令政策 31日晚間 武漢數十萬人突破警察封鎖 湧向江灘公園慶祝跨年 網友發布的視像顯示 武漢當局出動大量警察在江巷路上設置路障 試圖阻止民眾聚集 慶祝跨年 一度還包圍了不少上街的民眾 但走上街頭的人成千上萬 警察根本無力阻攔 上萬的民眾手中拿著氣球 沿著江巷路步行街歡呼 狂奔 將活動變成了跨年遊行 在同日晚間 河南許昌人民抗命警察 不顧公安維穩圍堵 堅持在戶外燃放煙花 最後令警察也束手無策 而在周口太康縣也出現了同樣的事情 最後警察只好默許 隨後 有人在警車旁邊燃放煙花 以表慶祝 山東某地 一輛私家車不顧警車在後面追趕 堅持一路燃放煙花 慶祝新年 而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中心廣場 中共出動警察阻攔 但是市民衝破封鎖 手拿氣球來到孫中山的雕像下 放飛氣球慶何新年 2023跨年之際 中共政府的開放政策導致中國正在經歷2020年以來最嚴重的全國疫情 造成近10萬人感染 從南到北各地的殯儀館都難以負荷 網友傳出的視像顯示 在1月1日凌晨青島雲山殯儀館的桑葬事務車輛排場隊 當地民眾連夜運送親人的遺體 面對這樣慘烈的局面 中國人民的不滿成了社會矛盾的壓力窩 因此有網友評論說 人民放的不是煙花而是怨氣 不給放 大家就一起放 老百姓要自由 要快樂 要過年 民意不可為 偏要為之 最終會有更多的煙花鎮放 1月1日大批河南村鎮銀行儲持百指 逃步走在高速公路上 高礙還我存款 網友發布的視像顯示 在1日大量儲戶逃步走上高速公路去鄭州抗議 據悉不少受害者儲戶成為地方政府大數據的追蹤對象 火車 汽車 飛機 甚至連自駕出行都會被跟蹤監控 所以他們約好採用先分散到達鄭州邊緣 再徒步去鄭州市區維權的做法抗議 視像顯示 在韓風中 儲戶手舉白紙 有些在紙上寫著河南村鎮銀行存款不能取 有些寫著一個大大的冤字 在儲戶到高速路徒步維權後 河南村鎮銀行開始對儲戶打電話維穩 說經省政府研究決定 接下來會對付50萬以上還未對付的本金 讓人留意接下來銀行的相關信息 但他們只說有此方案 但具體電符還未有時間表 另有儲民說 他們後來發現克服不承認這些言辭 而且態度惡劣 知情者表示 在上50點後 維權儲戶全部失亂 手機關機 不知道被送去哪裡 據悉 之前維權儲戶已多次起訴與鄒新民生村鎮銀行 但當局均不予立案 2022年4月 河南多家村鎮銀行幾乎在同一時間 毫無預警的關閉了線上取款和轉帳功能 引發儲戶恐慌 隨後爆發數輪大規模維權抗議活動 7月15日起 當局啟動小額電付 陸媒說 在存款額低於5萬元的儲戶中 有大約超過300人拿回了存款 但仍然有很多人的存款下落不明 雖然抗議未遂 但網友表示 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 有網民在1日留言說 白紙革命讓很多人看出來了 中共公安也不是無所不能的 是個子老虎 以後這種群體性的不服從會越來越多 1月1日凌時 黑羅地亞正式加入新根區成為第27個成員 該國也採用歐元作為其貨幣 成為歐元區第20個成員 黑羅地亞邊境哨站的大門開啟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內恩 與黑羅地亞總理普連科為其一齊 與斯諾文林亞總統穆薩爾 在黑羅地亞布雷加納鎮的邊境哨所發表說 稱讚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馮德內恩說 我們在黑羅地亞和斯諾文林亞的邊境證明 現在有了一個新的起點和篇章 黑羅地亞央行對法新社表示 加入新根區並使用歐元 將為黑羅地亞帶來經濟穩定完全 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會從中收益 自1991年從南斯拉夫獨立以來 黑羅地亞經歷了長達數年的動盪期 在2013年該國正式加入歐盟 這次加入新根區和歐元區 只在為了保護黑羅地亞免受通脹、能源危機 與俄國入侵烏克蘭造成的動盪打擊 自1日開始 黑羅地亞與歐洲輪郭的陸地 和海上邊界檢查將被取消 而民眾也可以從當地的提款機上提出歐元 這樣的做法受到了黑羅地亞旅遊業的歡迎 在今年當地接待了超過1,500萬遊客 總數是當地居民人數的4倍 中共當局在剛剛舉行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 要推進以鄉村振興為重心的三農 即是農業、農村、農民各項工作 並提出了一些工作目標 對此專家表示相關言論當中存在陷阱 中共喉舌新華社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說 當前要謀定建設農業強國目標 還說要實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 抓緊制定實施方案 美國經濟學者、時政評論人秦偉平向希望之聲表示 這次他會議的一些提案確實引起大家的關注 因為現在的民眾比較擔心 一個是糧食安全 另一個是中國現在年輕人失業很嚴重 評論人橫河向希望之聲分析 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是問題的癥結 如果是農業私有化 然後所有的土地可以買賣 自然有人會去募農 而且募得很好 這就是社會主義永遠要失敗的地方 橫河也指出 當局要農民返鄉 是因為城裡沒有工作機會 叫大學生到農村去 是因為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 近年民營企業都被當局的政策打垮了 就解決不了就業問題 現在這個政策是搞新知青上山下鄉 知青到農村去沒有積極性 是拿不到工資的 因為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 誰能夠給知青的工資 誰能夠養著它 國家肯定不會給錢 它靠農村種一些地 肯定養活不了自己 所以為什麼當局要叫企業去 就是想叫企業去 設法負擔這批人的收入 又是搞詐私營企業 在上個月 有港媒報導表示 嚴格的防疫風控措施 一度迫使絕望的中國農民 親手摧毀農作物 可能危及糧食安全 中國糧食危機在醞釀中 山東農民程先生對希望之聲說 確實有上述的情況 在2023年的跨年夜 俄軍持續對烏克蘭首都幾乎 在2023年的跨年夜 俄軍持續對烏克蘭首都幾乎 在2023年的跨年夜 和其他7個地區發動攻擊 造成至少6人喪生50人受傷 在越難者當中 有3人身處烏克蘭西部的 赫梅利·尼茨基 其中包括一名22歲女子 另外3名越難者位於頓列茨克 同日晚間 烏克蘭空軍擊落了45架 伊朗製造的俄國無人機 根據烏克蘭地方政府的說法 幾乎在31日下午遭遇了十多次襲擊 其中有一枚導彈落在市中心 導致酒店的門面被炸 當起事故造成20人受傷 其中14人住院 另外6人在現場接受治療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嚴厲譴責俄國行徑 並表示這種做法絕對不會被原諒 他使用俄語譴責說 莫斯科發動的這場戰爭 不是為了歷史而是為了權力 所有的俄國公民都應該知道 當權者正在一以孤行 並且毀了國家的未來 習年斯基在對烏克蘭人的新年問候中表示 俄羅斯人自2月以來發動對烏克蘭的侵略 在新的一年中 烏克蘭人將會奪回失去的領土 最近幾週 俄羅斯炮擊了烏克蘭各地的關鍵基礎設施 導致不少地區在鹽東期間無法獲得供暖和電力 烏克蘭總理什梅哈爾說 俄國通過這些襲擊想要製造黑暗 讓烏克蘭在黑暗中過年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表示 俄國發起了大量襲擊 在30日的攻擊中 有26次空襲是針對民用基礎設施甲 此外俄方還用多管火箭炮發動了80次襲擊 主要目標是平民住區 前線方面 俄軍繼續在萊曼和巴克穆特方向進行進攻 並持續向澤波羅爾和克爾松地區的幾個城鎮 同村莊開火 接下來請看一則體育新聞 在美斯舉起世界杯冠軍後不度兩週 沙特阿拉伯的球會利亞德勝利隊宣布了空前的決定 為世界上另一位超級巨星球員斯洛拿道 提供一份2億歐元的免稅合同 附加1億歐元的簽約費 此使斯洛拿道成為了世界上具有最高薪水的球員 在簽約完成後不到24小時 沙特方面表示 利亞德已經出現巨星效應 大量沙特球迷趕赴足球裝備店 排起場隊購買印有這位頂級球星名字的 黃藍球衣 盛放空前 沙特當地的年輕人表示 這筆交易證實了沙特俱樂部的價值 激起了人們對足球的熱情與期待 沙特年輕人伊納夫對法新寫說 我一直希望沙特的俱樂部 能夠獲得世界上最好的球員 由於羅納爾多的加入 我會想在體育場觀看他的所有比賽 尼亞德勝利俱樂部在社交媒體上寫道 這不僅僅是在創造歷史 這是一筆簽約 不僅會激勵我們的俱樂部取得更大的成功 還會激勵我們的聯盟 我們的國家和子孫後代 男孩和女孩們成為最好的自己 而斯朗娜·杜本人表示 這是一次最佳的前往亞洲推廣足球運動 分享經驗的時機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 多謝收聽 不過採訪 歡迎 收聽 從 找 原 一定 無 難